那麼老師您進到我們這個 演習群組之後呢 您可以直接點開這個 簡報網址在這邊看也可以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在這裡 今天我們的主角是這個 Smart套件 這個Smart套件 在這邊 您從這邊進來也可以 那這個部分其實 有的老師你用的是已經安裝完的 有一兩位老師用的是沒有安裝的 其實都沒有關係 您可以直接讓他官方網站上看一下 如果您待有下課的時候 你想要看一下到底 使用前使用後差在哪裡 你就來拿一個回去 這是安裝完的 對不對 這個是裡面的那些內容 我們 其實所謂的智慧插座其實很單純啊 因為我們就是兩孔插座嘛 所以一孔 負責供電給我們的 Webduno開發板 這個是常開的 那另外一孔呢 就是插我們的電器 好插我們的電器 所以 他由開發板 來控制 要不要供電給他 原理是這樣子 原理是這樣子 所以裡面呢 我們有用到了什麼 裡面我們有用到了這個 有用到了 這個 快速接頭 然後呢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寄電器 寄電器 由寄電去供應電 這樣子而已 所以其實不是只能插這個LED燈 你看看我外面那些東西 我外面這裡 那屋邊的電風嘛 也有這個嘛 你看我 所以其實你可以控制的東西 事實上是很多 反正就是供電 就等於是開關而已 好就等於是開關 所以我們只是利用他這樣來做 不過當然 這個組裝好之後啊 其實說真的 原本的這個 插頭的線 真的比較短 所以今天才會 讓老師再準備一下延長插座 不然的話 你得 彎腰投背一下 比較不方便 所以以我自己來講 我自己都是把那個線就 拉比較長一點 所以你看我下面就是 亮的這個 我就是 把它弄長一點 這樣其實我們在用就比較方便 就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是 老師如果有 想了解的話可以看一下 那要怎麼 安裝的話呢 你可以點到 簡報的第四頁這邊 這裡也有教學 其實WebDuner的好處就是 它官方網站上 這些教學還真的蠻豐富的 所以你點進去之後呢 這個 它就告訴你 你一步一步來 慢慢的做進去 只是 說真的 它裡面附的那個小小的那個 十字螺絲 今天有比較短 那再來就是如果你老是真的不小心把這個 這個 銅線有沒有 插錯了 不好意思 你在銅線哪有插錯 可能就需要 這個東西 一字的螺絲起子 塗下去那個才會鬆開嘛 就插錯那個 另外就是 真的 要把那個拔起來 這支 不然就這支 騙錢 對不對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一點工具 原則上如果有插對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再來就是那個線 因為它給我們的線 是三條杜方線對不對 不過顏色可能跟老是平常 我們 標準的那個比較不一樣 它就是 中色紅色跟 好像是黑色的樣子 好所以 中色紅色好像 對好像跟黑色所以 你就變成說除非你把它一條條拆開 灌的話 接起來的那個線也許不太一樣 那 我們的那個計電器就插 插在中間這一塊 就把它擺在中間這裡 擺在中間這裡 那剛好站那個位置 站那個位置 所以 上去之後再加上我們豆腐插頭 豆腐插頭轉USB 那你就可以 這個是藏開的 所以供電給開發板 那另外的我們電器就是 電器是在這邊 藏開的是這個 就是像這樣子 OK 好 所以 我們稍微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我們這個所謂的 智慧插座之後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一起玩玩看